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歌舞员陈阔 一掌批断过牧人装一根装手的视频 那么歌舞员学打篱球的视频你见过吗 说起来这都是源于拳击网红高瑞 与通辈拳陈阔的一次深入交流 对了歌舞员本名就叫陈阔 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的高瑞在北京开了一家拳馆 叫G12拳会 很多拳架号者都到那里学拳 高瑞28岁才系统练习拳击 他将自己的一些训练感悟视频发到了网上 很快受到了很多关注 成为了一名迫具影响力的拳击网红 高瑞曾获得过全城出击北京区拳击组冠军 当然这是百姓擂台的性质 高瑞的拳击水平属于高级票友 你要说职业和业余的分水岭 那也可以 高瑞最出名的一战 是和练泰拳的韩伯伟十回合拳击赛 能打十回合的业余拳手 那水平是相当不错了 高瑞的技术怎么样 我们看他的躲闪就知道了 在和韩伯伟的比赛中 这么近的距离 这一拳躲得那叫一个漂亮 可惜站在围身边拍视频的网友就糟了 高瑞自己说他代表不了拳击 歌舞员也代表不了通队拳 双方只是普通舞者之间的一次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歌舞员的发力 打慕伟伟庄的完整版 靠着墙站的就是高瑞 歌舞员势手先打了三掌 结果没打断 估计用了六七成力 歌舞员再试了一次 明显发了全力 结果一掌就断了 高瑞直接报了价格 歌舞员立马服软了 真没想到歌舞员也有说大话的时候 最上面的这根有点高 一下没打动 歌舞员又换了个矮的 一掌直接打残 两掌打断 后来高瑞和拳友们都试了一下打装手 无论是空手还是带拳套 无论是直拳摆拳勾拳 都打不动这根装手 对于没有练过筋骨力的人来说 装手实在是太硬了 购物员还给展示了一下 指关节打击的练习 高瑞还轻声尝试了一下 疼得不行 从同伴挨打的这个小臂上的印记来说 就像给铁嘎打砸了一下 我跟你说 炸耳棉就变成先黑 黑完了之后 然后截肢 紫 紫 然后截肢 就烂了 黄一大片 然后那黄那慢慢散掉 黑鱼钻 刚好 都已经这样了 没事 你们就牛逼了 就打拳的时候 戴着拳套也一样 戴着拳套 你的手腕子的抗压能力也强了 就是这么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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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儿吧 就很庆幸 你这个特别强 是吧 就感觉这块就压强明显很大 对对 很新鲜 感不容易是 他完全顺着这个角度 对不对 你千万你别稍微的 交界 给他一个交界 这个这个 这个 对 就搅到一块 就不完整了 是 对 你甩一拳之后 你想喝就快 想喝一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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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传统武术流传至今 在他们的训练当中 过于弱化了躲闪移动 更多的时间用在如何强化筋骨和发力技巧的研究上 高瑞发现在双方互动训练时 歌舞员在对人作战时的距离感和初学者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平时歌舞员根本也没有距离感的相关训练 而距离感也正是传统武术的薄弱环节 毕竟人不是扳手不是西瓜 两个人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真打起来 人是会动的 是会躲闪的 是会还手的 其实我们普通人的力量也并不小 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而歌舞员是为数不多的 能把全身力量用出来的人 原因就是他能做到肌肉放松 节节贯通 力打手伤 所以我们能看到歌舞员 能把手臂交给高瑞去打离球 能吗 歌舞员身体的协调性和身体的控制能力 是远强于没有练过舞的普通人的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还是很有潜力的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我在教你怎么用 你就是放松放松放松直接甩出来 就我们在往往现在全力上靠 对不对 你不用学这个嘛 也不会你这个动 但是我的看见东西 我觉得如果我会的话 让你拿画打人去 对我也是 我要说你这硬度 我看你一晚上就牛逼了 我就拿你手画去打人去 你觉得特牛逼 我的天哪 这么学习吗 作为一个传统武术的练习者 歌舞员一家人都对拳击抱着好奇和开放的心态 高瑞还推断 如果歌舞员有了距离感和对练经验之后 打拳击是不会再有通背拳的样子 还是拳击的样子 而通背拳本身打起来也没有固定的风格 就像拳王们本身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 魔鬼乔治福尔曼的不动如山雷霆万军 迈克泰森的狂风暴雨 罗伊琼斯的潇洒飘逸 结合自身的身体条件 在规则下用出自己的力量 就形成了自身的风格 在高瑞来看 歌舞员是一个发力技术的大师 发力并不是单止初权而言 我们做任何事情 出每个动作都需要发力 在高瑞与歌舞员交流完之后 觉得自己对身体的掌控又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在拜访之后 我感到我对身体的掌控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虽然以上只是我的主观认识 但客观事实是拜访成了 那我真强了 最后 各位看视频的网友们觉得 高瑞和歌舞员的这次交流 大家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